旧金山非牟利机构Give to Asia赠予亚洲 最近获中国政府核准注册 成为极少数国际非政府机构成功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组织之一 究竟赠予亚洲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让梁秋玉告诉大家 Give to Asia赠予亚洲是2001年创建的非牟利组织 自成立以来就在中国及亚洲等2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服务项目 帮助当地机构解决诸多困境 领域涵盖生计 教育 医疗和环境等 仅在中国就支持超过880个项目 捐赠的总金额超过770万美元 直到2015年 中国开始实施新法律 对国际在华非牟利机构进行重审和监控 也令赠予亚洲在中国的服务出现前景不明朗的状况 因为其实我们都明了了 就是有很多敏感的事情在发生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有很多机构呢 就是利用他们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民情的话是怎么样呢 他们就去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认同就是中国政府呢 必须要是有这个过程 OK 是必须要监管 在新法律下 到今年7月1日为止 超过7000家在中国运作的非政府组织中 仅有不到150家或中国政府核准注册 把我们这么多年 十多年的那些在中国大陆做的事情呢 告诉他们 我们是怎么做 然后我们全部都是依照那个法律 那个规矩 那个什么 全部都是把它做的 所以现在两年之后呢 他们觉得 哇 赠予亚洲真的是在中国大陆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 然后他们是原存是credible 原存是可以信赖的 赠予亚洲表示 在中国核准注册后 他们将一如既往 在中国主管单位监督下 继续在中国大陆开展服务项目 来自湾区的张乃馨慈善基金会 是赠予亚洲的合作伙伴之一 创建于2000年 基金会会长刘伦是张乃馨的外甥 张乃馨于1999年去世 享年72岁 生前因为投资非常成功 留有大笔积蓄 因此此后决定成立慈善基金会资助教育 刘伦说 舅舅曾就读上海交通大学 他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 因此上海交大就是受助学校之一 那因为我舅舅他从小受到别人的帮助就是从香港大陆念了书以后到美国来 经过他的亲戚的帮助 所以他觉得一个人最大的投资是 最直接投资是这个念书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个教育方面 那他在这个离开以前 他没有告诉我要成立这个基金会 那可是他走了以后 我们后来想大概要回馈他的母校 所以我们就从国内开始这样捐助这些有心向学 可是陷于经济的这个困境 所以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是这样开始的 因为我想念书的话是对于自己是一生当中最好的投资 所有的财富可能一天就可以 一个局势一变都可以化为零 可是知识永远跟着你 谁一个人最好的这个投资是念书 从2001年起 张乃馨慈善基金会通过赠予亚洲 共向亚洲地区捐款590万美金 当中包括支持中国四所学校的教育工作 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 南群中学以及内蒙古大学 他们做得非常好 那就是说他给你答应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达到他们他们所所有的承诺 所以这个所有的法令 所以都很清楚 所以这方面你可以放心 让专业人士去做 你可以放心点 另外基金会在美国也有捐助圣河西市立大学 以及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那这个我们想一直能够实施下去 那就是说我们每年都会回去去看这些学生 希望跟他一个交流的交流 或者我们在奖学金 奖助学金方面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我们可以交换 同时我们要这个确定 我们的钱真正捐助到他们最需要的地方 张乃馨慈善基金会每年都会捐款30万美金 帮助上海交通大学和外国语学院共约300名学生 南巡中学每年30名 内蒙古大学60名 我们希望一直可以延续下去 我们不希望做一个捐一笔钱换来换去的话 你看不到那个成果 26代记者梁秋玉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